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2.7星期日V5技能削弱 成召唤队专服 3.0温泉系统来了 2.6黄泉卡池首日流水反转 抽取处不如杀金 国服排名飞榜 星穹铁刀2.7卡池越来越近 星5星角色星期日 望归人也即将登场 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穹 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有关于2.7版本的前瞻直播 也会在11月22日和大家见面 同时还有300兑换码的奖励 还是非常香的 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开拓者们 比较关心的2.7卡池两位新角色 星期日望归人的强度相关了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星期日望归人的V5技能改动也终于来了 其中星期日战绩造换物造成了伤害提高 从原来的40%降低到了30% 若目标拥有造换物造成了伤害提高效果额外提高 从40提升到了50% 一命则是无视目标20防御降低到了16% 总的来说星期日被削弱了 也更专了 且更倾向于召唤体系 属于未来可期了 而说起2.7卡池的另一位星舞星角色望归人 目前来看的话V5对比V4 战绩的击破特工从原来的40%降低到了30% 击破数值算是小削 但是行计时事的速度不变 行计的击破需求也降低了 也算是平掉了 好处则是更加好毕业了 对于玩击破队的玩家 望归人还是值得抽取的 不过具体还得看上线后的实测情况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后续的3.0版本中 据说也会有时空回溯 扭曲功能 以及公共温泉浴场 这么来看的话 应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同时2.7版本也会新增开拓者的房间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不过还是那句话 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新穷铁道2.6下半卡池已经登场 杀金 黄泉两大人权卡角色也终于迎来了复刻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如愿的抽到了呢 而说起2.6下半卡池杀金 黄泉首日流水的数据也终于是出炉了 一起来看看吧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哈 上图是2.6下半卡池杀金 黄泉首日流水的详细情况 整体来看的话 流水数据并不是太理想 不过毕竟是复刻卡池 即便是黄泉 杀金两大人权卡齐啊 流水依旧不是太高 当然了 毕竟是某卖的数据 大家看看就好 具体还得以实际榜单的排行为准 然后要说的就是各位开拓者们 比较关心的卡池超某英的情况了 如图所示 截止到目前本期流水位超某英 按照一本线来看的话 也有13小时的时长了 最终超往盘线6小时 不过也能理解 灵命黄泉 现版本已经有点打不动了 杀金0加0即可 况且还没新角色啊 流水低迷也很正常 而缩席本期卡池 角色抽取的详细情况 也终于来了 其中杀金一共是出货了 7648只 黄泉一共是出货了 6748只 两个角色的抽取比例 在1比1.13左右 武器命运从未公平 一共是出货了 2184把 行鱼流水的暗 一共是出货了 2594把 差距不是太大 至于本期卡池角色 抽取歪道最多的角色 是布罗尼亚 克拉拉 姬子等角色 四星角色 出货最多的一次是佩拉 三月七 桑伯 最后就是 新铁在各国 及地区的排名情况了 整体来看的话 各区服排名相对靠后 目前国服 美服的排名 都已经掉到前十开外 日服目前排名第二 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韩服目前排名第六 所以说 各位开拓者们 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